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上次我讲到在龙眠谷的大厅上面,正正一眼就看到寒暂,觉得这个人很有来头。 他就对黄白通话,黄大哥你真的很大面,请到寒多家到来,确实是似会生息不少,我又有幸可以结交一位新的朋友。 黄白通一看,心里头又惊讶又奇怪,正正一对金鸡山寨主这么傲慢,又何以会对他手下这个头目这么客气,这么亲热的呢,搞得他莫名其妙。 正正一有心想试试寒暂的功夫,他伸出手,握住寒暂的手,两掌双硬,暗闻小天色的掌力。 寒暂又怎么会不知道呢,只见寒暂微微笑着说,哈哈哈哈,多成看得起,小可寒某愧不敢当。 一时间,珍珍而指觉对方的手掌怨绵绵,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但又见他没有什么不妥的表现,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了。 他想,哎呀,这个人的内功心不可策,只怕连我师兄,怕连未练到这样的境界,都没想完,猛然过得墨门到一马。 原来这个天下第一点月明家,发出的耐力到达珍珍而的墨门,冲击他的三招金墨。 珍珍而直立刻松手就说,韩当家,你真是好功夫,佩服佩服啊。 欺负黄白通,也看得出来,他们两个人在那儿较量耐力,心想,连金鸡山的一个头目,都有这样的功夫,我这个鹿林盟主就真的不是挺好做的。 黄白通的女儿蹦蹦跳跳,走了过来,拍着手掌就说,啊,我还找到个盘? 喂,你是哪家的姐姐啊? 黄白通就说,哎,这个是我的小女儿叫做燕羽,好贪玩啊,整天都没有时停啊,人家都叫做小燕子的。 那,你这个是新寨主的千鸣,好了好了,你就替我陪下新姑娘啊。 黄燕羽就笑着说,没错,没错,你今天请的都是大人,你这位新姐姐应该算做我的客人了,新姐姐啊,我们去那边玩啊。 黄燕羽见韩子芬跟她年纪差不多多少,人又生得很漂亮,对她好又好感,两个人攜手同行,观覽园中的景色。 黄燕羽一路上滔滔不转,跟她讲及大破飞虎山的事情,但是见韩子芬听得好像很不喜欢那样,她就感到很没人了,说了一会儿,忽然停下来就问了, 对了,你们那位韩当家的武功真是厉害了,刚才她跟晶晶宜暗中较量,你有没有看得出来啊? 韩子芬就说,是吗?我一点都不知道。 黄燕羽就说,我跟你一见而估,哎呀,你何必那么谦虚呢,将我当成外人一样, 他们刚才暗中较量,照我看,好像还是你那位韩当家胜一筹那样, 韩当家都这么厉害了,你爹一定更在他之上,俗语讲,苦苦无犬子,强将无弱兵, 新姐姐,你的技艺一定很好顶了。 韩子芬就说,我生得很笨的,虽然连过几日,哪里懂得什么武功的, 黄姐姐,你不要与我了,我不信,我不信。 黄燕羽说完,握着韩子芬的手暗运内力, 韩子芬本来听她说了飞虎山的事情, 对黄燕羽的手练这么狠,心里头已经十分不满, 这一阵,见她像晶晶宜那样,又来暗中较量自己, 不生就假了,突然施政加传她忽悦功夫, 衫就轻轻一忽,呼的声,已经忽动了她腰侧的鱼气穴, 黄燕羽,哎呀,叫到一声出来, 同时掌心向外一蹬, 一股由中大纲的面掌功夫, 已经逼得韩子芬,连续后退到六七宝, 哦,这么巧,黄白通的儿子黄龙客就刚刚从旁边经过, 看,不禁大气的镜,连续后就说妹妹了, 妹妹,你为什么对客人这么无礼呢, 黄燕羽忍着痛就说了, 我们玩的而已,哥哥,你以为是真的吗, 韩子芬也说,黄姐姐指点我的功夫, 是我请教他的,黄龙客就都就个眉头就说了, 你们切磋功夫本来是好好的, 不过等奔客散到之后, 再在圆子里头练了嘛,那不就更好? 黄龙客是个细心的人, 当然看得出他们在那暗中较量, 不敢疑云大起, 这个黄燕羽, 自小就得到二人传手, 武功比他哥哥更好, 如今他和韩子芬暗中较量, 竟然占不到半点的便宜, 这个被他哥哥见了, 又怎么会不吃惊得呢? 心想, 新天龙的副手和女儿都有这么高的本领, 那他以前何以不再陆林争霸, 反而长期受斗鸽欺压呢? 现在又肯伏伏贴着你归顺于我皇家, 哼哼, 莫非其中有差? 他心里和暗自差异, 就走去和珍珍宜商议了, 到底商议都什么呢? 这里就暂且暗下不表, 这里再说黄寒业女儿继续看园中游换, 大家都暗暗佩服对方的武功, 不敢再试了, 黄燕宇就问了, 新姐姐啊, 你这首忽悦功夫好厉害, 不知道你红堂暂寒老先生是怎样称呼法呢? 韩子芬吃得一惊他心想, 我老爸隐善埋免, 若非武林之中的一流人物, 他不会知道他的名字, 你这么年轻又怎样会知道呢? 幸好他也是一个七兆莲聋的女孩, 他心虽然是吃惊, 但神迹相当自愈, 当下装作不解, 反而问回个黄燕宇, 这个韩站是什么人? 我只是认识一个姓韩的, 就是今天和我一起来的这个韩叔叔了, 那个韩站是谁?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了, 我都不知道的, 黄燕宇就说, 这个韩站啊, 我听师父说, 他是天下第一个点月名家, 所以我见了姐姐你的点月功夫这么厉害, 还以为姐姐你是他的弟子, 韩子芬就说, 哎呀, 我这几手啊, 这么粗浅的功夫, 是爹教给我的, 今天班门弄府, 实在宜笑大方了, 姐姐啊, 你的名掌和闭月功夫, 小妹望尘莫及, 不知道令师是哪位武林前辈那样呢? 黄燕宇就说了, 我师父的脾气, 和那位韩老先生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不喜欢人知道他的名字的, 所以, 哎呀, 我都不敢说啊, 韩子芬听了, 就知道他也暗中生意, 但他本来就准备今天跟随他老爸来大闹农眠谷一场的, 所以他心里头也不怕, 黄燕宇带着韩子芬走去看大戏哦, 哈, 这么巧, 就在这个时候见到仁松之中有个乞衣, 黄燕宇就觉得很奇怪, 乞衣都会走得进来的呢? 他就说, 咦, 你们为什么将乞衣宫都放进来的呢? 还不快点给我赶他出去? 黄家手下的人, 竟然好像是谁都没有留意, 现在听小姐一说, 哈, 不怕就假了, 急着问, 哎, 他在哪儿啊? 他在哪儿啊? 分轮之中, 眨眼之间, 已经不见了那个乞衣, 黄燕宇觉得奇怪, 正想说亲自去找, 哈, 对李陈, 他老爸已经派人来叫他回去陪席, 就是陪人喝烧酒了, 这个时候已经是正午时分, 袁女头到着明宗激鼓, 请客人入席, 黄白东父子女儿, 同新天龙韩站父女, 甄甄宇等人一席, 黄燕宇就坐在韩子昏的旁边, 黄白东左手边是甄甄宇, 右手边是个形状古怪的老头, 南济雲杜伯已经坐在另外一位, 在首席的旁边, 南济雲暗自留心, 既然安禄山那两个军官就坐在旁边那位, 依然是穿着便装, 他那围台的宾客, 南济两个人一个都不认得的, 走过三巡, 坐在黄白东旁边那个老坑, 就站起来拍到三马首长, 意思就是说他有说话要说了, 这个老爷姓楚叫楚瑞, 也是陆林世家来的, 姓王仅此于豆令罕黄白通两人, 但他是黄白通的老友来的, 众人一刻都站起身, 就知道他想说些什么了, 果然就听到他说话了, 各位, 今天就跟大家说几句说话, 黄大哥为陆林除了大海, 除了豆家寨的这个无道的盟主, 我们就不能够群龙无首的, 照我看, 黄老大既然替我们除了无道之主, 我们就很应该请他 继任豆家之位, 做我们的盟主, 未知各位的意下如何呢, 他说得很辛苦, 我听起来都很辛苦, 早已经被黄家拉拢了的人, 一听完,纷纷拥护了, 未曾拉拢的, 因为聂妞王家的威势, 也随声附和了, 看来黄白通继承这个盟主之位已成定局, 怎么知就在这个时候, 新天龙忽然起了起身的大声说, 我有说话要说啊, 哇, 他这个说话一出, 所有的喧嚣声立刻静了下来, 储瑞好詹意他就问了, 新债主, 这些是不是不赞同那样呢, 新天龙就说, 我并不是不赞同皇债主继位盟主, 即是尚有的事未明, 要向皇债主, 储储主领教, 这个储瑞就问了, 未知新大哥你要问的是什么事呢, 因为他急了, 急了之后就更加辛苦了, 新天龙就说, 储储主, 刚才说得好, 我们应该涌过头出来, 才好发号施令, 和官府对抗, 未知小弟有没有误解宅主的意思呢, 储瑞就说, 没错, 正是这个意思, 好, 那今天的鹿林盟会, 为什么邀请了安玉山的亲信手下到会呢, 未知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黄债主可否跟众家兄弟说过明白, 黄白桶一听面色大变, 他按着头皮就说, 平都有安玉山的人在那儿, 是谁做的要言, 新债主, 你肯定是误信要言顶了, 话音都没落, 男制魂突然起身, 指着隔离桌的张忠子就说, 这个人就是在安玉山帐下, 任折中都尉的官, 他旁边的那个就是安玉山帐下的武士, 哇, 这句话一出, 全上一片花言, 红红声议论开来, 忽然间, 见有个乞丐卡卡声笑着跑跟来, 生乏快到极点, 眨眼之间就来到张忠子的截边, 黄燕宇担高头向前一望, 正是刚才在戏台下见到的那个乞丐公, 正是他向那个张忠子依开棚牙笑着说, 先会难逢, 穷乞丐来乞上了, 先问官罗, 然后才向主人乞, 直上边有个大肥佬, 好流这么大声说, 喂, 这个臭乞丐, 这个臭乞丐, 这都是什么地方啊, 喝得你乱来的吗, 说完, 顺手拉起那酒壶, 朝着这个乞丐公的天灵, 那个酒壶踏下去, 哇, 这个酒壶不是轻的, 足足五斤几重, 如果这么踏下去, 那头壳不爆就怪了, 还紧了那个铁嘴, 只见那个乞丐公仰面笑着说, 哈哈哈哈, 这么叫发, 都未曾赚钱, 就先想烧酒我喝咯, 哈哈哈哈, 好啊, 好啊, 多谢了, 多谢了你的烧酒先, 哈哈哈哈哈哈, 只见乞丐公, 抹开口一咬, 刚刚, 刚刚好, 就咬着酒壶嘴, 那个肥佬出来这么拔啊, 想说拔出来, 谁知道酒壶动都不动, 说时次那时快, 张东智和直的另外两个人, 同时飞掌向乞丐公攻过去, 但是都碰碰两声, 只见乞丐公的商场一分, 就将这两个人震到中下中下, 蹬蹬蹬, 向后倒退了好几步, 差点跌倒, 储瑞的大声说, 喂, 车老爷, 你不看登面, 你都看法面啊, 今天是黄大谷的好日子来的, 你都做什么事过来跟主人讲啊, 你不要动, 首先行不行啊, 这句说话一出, 全场震动啊, 又惊又喜的, 原来武林之中有三个义丐, 一个是西岳神龙黄普松, 一个是酒丐奢侈, 一个是风丐慧月, 三丐齐面, 都有惊人的技艺啊, 储瑞清这个人做车老爷, 不用审了, 这个实是酒丐奢侈了, 黄家的党义心里头暗自吃惊, 杜白英这帮人, 都觉得相当高兴, 这人已经形成了一直人围攻, 走过车池的局面, 南西文杜白英, 和杀士相应, 一只奔倒过来, 就在这阵, 车池已经喝了酒里头的烧酒, 抹大个口一瓣, 万空酒与刀头刀面向众人射过去, 这些酒与从他的口喷出, 厉害了, 比实弹射击, 不是吓你真的, 赶到那帮人的面, 火辣那么痛, 车子耸着股头, 他笑着, 黄四两位寨主, 你们都见到的, 是他们先动手, 你不怪得我的, 南西文直向张忠志扑过去, 由于张忠志被热酒烫伤了眼, 一时未能招甲, 被南西文一个招面, 就扎紧了手腕, 另一个武士, 就被杜白英读实了, 和张忠志直的人纷纷扑上, 谁知都被奢侈和杀氏相应难实杀, 走开奢侈他笑着, 哈哈哈哈, 你当是有好气体了, 你来骂什么都假, 用心看戏吧, 哈哈哈哈, 南西文和杜白英, 挟持着人知, 踏上都没台, 你阵黄白通就面青了, 只见他顺手插起酒壶, 向地上一吊啪的声音, 他就说, 停手, 谁知他这两个字刚刚出口, 说是刺那是快, 韩震伸出一箱快纸, 十箱已经夹着酒壶的胡椅, 他就说, 黄寨主有说话好说, 为什么要这么生气, 你胡美酒倒了他, 晒不晒一点啊, 黄白通见韩震伸, 紧用一箱快纸就夹回转过酒壶, 哇, 甚至他头又惊又生气, 好尴尬他就说, 今天来龙面谷的, 都是我的朋友, 麻烦大家都给点面子, 有什么说话过到今天才再说好不好, 韩震就说, 哈哈哈哈, 这句说话, 说得实在太欠思量了, 这是一件大事, 趁各方朋友都在, 正好将事情搞清楚, 免得又想债主的失明, 新天龙有话咯, 没错, 众人正想抬举你做盟主的, 但现在有官府众人运出入来, 如果不审问个明白, 仲格兄弟, 岂不误会你同官府喽见, 再说, 若然这两个人真是安育散的武士, 那也不应该是你的朋友了, 我们要搞清楚这件事, 只是为了你好, 这一阵, 男制运动杜白烟, 已经将那两个武士推出台前, 台下站满了人, 人同之中忽然有人大声吻, 你们说这两个人, 是安陆山帐下的什么将军武士, 你到底有什么证据, 又有人随先附和话咯, 没错啦,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安陆山的人, 想蒙恨我们的黄大哥咯, 必须找不是金鸡山的人出来作战, 有谁可以证明这两个人, 是安陆山的间世呢, 那各位, 到底有没有人出来作战呢, 我先去那两个人, 你是否要计划, 我的人来估计划, 你怎么能看出来, 我估计划, 我是不能够杂的,